九重天但凡关于东华帝君的消息 那一定用不了一时半刻就会传得惊人皆知 从前大家不敢明目张胆地转 因为大家都知道帝君他老人家脾气不大好 如今不同了 东华帝君倒是脾气似乎好了许多 这不 在奉九和东华帝君朝着太成功而来之时 丛林和思命心经早已经太成功里里外外打扫的好几遍 又拿了好些瓜果点心放在十分精致的盘子里 满心欢喜地等着奉九和帝君回宫 那兴奋的程度不亚于东华帝君本人 奉九与东华帝君就如此牵着手旁若无人地走在九重天上 奉九道 你为何对那姑娘如此冷漠 东华帝君不屑道 我并非冷漠 只是对旁人向来如此 是了 没有特意用特定的态度对待姚沛 所有的人在东华帝君看来 只有奉九和旁人的区别 虽然是神尊 心里眼里容得下四海八荒 但若是活生生的人 那便入了一个便再也入不得其他 奉九又道 你要给我什么东西啊 东华帝君心下愉悦 道 我从老君那里得了一颗仙丹 服用之后有助修为 奉九点点头 突然一笑道 你是怕我学艺不惊 故而用仙丹为我加持 东华帝君只是一笑 没有开口 才到了太成功门口 思命和仲林便像是闪电一般冲了出来 思命乐呵呵道 小仙见过奉九殿下 那板正的模样让奉九忍不住发笑 道 思命 我可听说你常去青秋找我 怎么 今夜见了我反倒是拘谨客气了起来 思命笑道 交情是交情 李树是李树 思命与奉九说话时倒是清静了不少 奉九更是眉开眼笑 东华帝君则是在一旁轻轻地咳了一声 思命的脸瞬间又严肃了起来 身后的仲林意识客气地与奉九打了招呼后 将奉九迎进了太成功 东华帝君紧随其后 道 何时这太成功竟让你和思命做了主 奉九回眸一笑 娇称地看了一眼东华帝君道 怎么变得如此小气 东华帝君撇撇嘴 道 平日里也未曾见他两个对我如此上心 你瞧瞧 东华帝君一边走一边眼神示意奉九 奉九看了过去 只见人中的六角亭摆着新鲜的瓜果 两旁的鲜花逆势相互远映 六角亭上的紫色佛林花发着淡淡的香气 丛林远忙道 奉九殿下若是觉得六角亭有些晒 偏店更是凉爽 且同样准备了好些点心 殿下若是饿了 正好可以吃 奉九扑斥一笑 道 你瞧 我在泰城宫可受欢迎了 东华帝君眉毛一挑 点点头 道 那是自然 凤九看了看周遭 一个多月未曾来过泰城宫 虽然眼前的景致没有改变 可开阔的风景到底还是吸引了凤九 凤九道 我们去六角亭吧 东华帝君点点头 两人一同朝着六角亭走去 丛林和司命更是相识一笑 两人此刻觉得泰城宫的春天总算是来了 因此也欢欢喜喜跟着到了六角亭伺候着 司命 你去取老君的那眉鲜丹来 东华帝君对着司命如是说 司命一笑道 是 凤九看着东华 又拿了一颗琵琶果放在口中 丛林见状先行一步离开六角亭 凤九道 方才那姑娘问你最近可好 最近你怎么了 东华帝君回忆了一下 方才 哦 是的 在林霄殿外那档子事 东华帝君道 或许他只是寒暄吧 见东华帝君说得云淡风轻 从外形上看也的确没什么异常 凤九这才放下心道 那 东华 嗯 东华帝君看着凤九 凤九有些不好意思 低下头似是无意道 你可曾想念我 声音虽然小 可六角亭此时指他们二人而已 四周的嘈杂之音也被平前的湖水过滤的清净 东华帝君道 当然 否则司令怎会日日去青秋看你出关没有 凤九听完 虽然是低着头 可弯弯的嘴角还是被东华帝君看得分明 东华帝君道 那九儿 你呢 虽然没有说完 可凤九知道东华在问什么 便道 当然 不过 凤九故意顿了顿 然后一双眼镜盯着东华 东华帝君头微微一偏 道 如何 凤九仿佛就在等东华帝君这话 得意的一笑 然后伸出脚 道 我有这个 东华帝君低头一看 竟是自己亲手为凤九记上的那铃铛 他笑了 这小狐狸还不算太笨 东华帝君忽而抬头 凑近凤九道 收了我的铃铛 那就是我的人了 凤九瞬间小脸一红 四下看了看 道 一跃不见 怎么如此有嘴滑舌 东华帝君一笑 道 九儿 你与从前不同了 东华帝君说这话 拾一双眼睛看着凤九 凤九则是迎上东华的眼神 道 哪里不同 凤九看着东华 眼波之间虽然有疑问 但在东华看来 却满眼的妩媚多情 今日九重天的天气 好像变得十分的好 空气中是甜甜的味道 也就罢了 最重要的是 就连清风都时不时轻巧地 撞进神仙们的怀里 这样好的情形大约也是因为 今日朝会的格外顺利 九重天上的天君心情极好 东华帝君更是不必说 可这世间总是这样 几人欢喜几人愁 比方说成日此刻分明是在自己的府中 分明应该享受府中的自在轻松 可偏偏今日不行 他正一本正经地坐在一旁 看着同样坐着的姚佩 姚佩看上去 很是有些失魂落魄 还只是大清造 九重天的神仙们才刚刚到了互相访阅的时候 此时此刻正应该是热闹时候 而现在成日这里与墙外却是十分不同 成日道 你这副模样是做什么 早就同你说过东华帝君心上指奉九一人 你应该早有准备啊 成日实在是看不得女娃娃痴心一片 虽然自己已经提前给姚佩说过 可眼下见她如此伤心 也是有些不忍心 便开口劝道 姚佩这九重天这几日 虽然总是信心念念着东华帝君 也未曾见过帝君好脸色 可她倒也不算过于难过 伤心落泪这样的情形便更是没有 如今今了早晨这一遭事 现在又得成日如此问 眼里的泪水立刻落了下来 且是止约止不住 成日请客便慌了神 一个活生生清丽的女子 在自己面前哭成这样 人凭谁也看不下去啊 成日站起身赶忙来到姚佩身边 又掏出帕子递给姚佩 道 怎么哭成这样 这几日也没少见东华帝君的脸色 也没见你如此 今日这是怎么了 姚佩气声道 人君素日说的 我并未曾放在心上 今日见帝君与凤九女君的模样 才算明白了 成日回想着今日凤九和东华帝君如何 却想了半天也想不出 今日这二人有何不妥之处伤了这姑娘的心 便道 今日 今日怎么了 姚佩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 道 平日里 东华帝君散了朝会后便直接回了太成功 即便偶遇神仙们也不曾寒暄 今日 凤九女君站在东华帝君身边 东华帝君的眼神竟从未有一刻离开过女君 成日只当时发生了什么要警示 谁知道竟然只是这样 成日松了口气 毫无意识到 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呢 原来是说这个 东华帝君眼里只有凤九 这实在很正常 你来的时间短不知道 若是你今后常来九重天 如今天这样的场面真是多得了不得 成日以为的稀松平常 可姚佩听了 那泪水落得更猛了 成日那此刻到也没有方才的手忙脚乱 他明白了姚佩伤心的缘故 现在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合适 只好在一旁看着陪着 太成功这边 死命好容易趁着东华帝君和凤九位聊天的刀 取来仙丹 看到凤九服用之后才又退出六角亭 来到仲林处见他已然安排着今月的午膳了 凤九与东华这样坐着 突然想起今日未曾见到成玉 便站起身道 我去瞧瞧成玉 好些日子没见到他了 东华帝君点点头 看向仲林那边 道 那午膳要准时回来 东华帝君说话 间倒是语气平稳听不出什么情绪 不过凤九倒是来了精神 笑着看着东华 道 这倒是奇了 东华帝君眼神一转 伸出一只手撑在桌子上轻轻拖着自己的腮 道 哪里 奇了 凤九笑咪咪道 从前 东华帝君不是都不用吃饭的吗 东华帝君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 道 东华帝君是不用吃饭 但 九儿你不饿吗 凤九扑吃笑出声 什么时候 东华帝君越来越没了尊神的模样 道像是凡间那君王的形式 见凤九笑得灿烂 东华帝君又道 九儿 你都瘦了 凤九低头瞧了瞧自己 确实是瘦了些 他道 凡人都说瘦了好看 东华帝君放下手 站起身道 再瘦下去可就经不住飞升的天雷了 说完这句话 东华帝君便之间走出了六角亭 凤九还没想好要如何回应 便听见东华帝君对着重领导 在天蟹滋补的吃食 丛林歪着头 看了一眼在六角亭立志的凤九 清晨的风中 凤九女君确实消瘦了不少 一身红衣格外明眼 书腰的衣裳将那腰身衬得仿佛指一颗心肠的柳书腰似的 丛林瞬间明白了东华帝君这句话的意思 于是漏滋滋地跑到膳房吩咐起来 东华转身 迎着清晨的阳光看着明媚鲜艳 而见那一抹红色凤尾花印记 更是与今日这身衣上映衬的恰到好处 东华帝君此刻倒觉得 自己的眼光果真是不错 他伸出手朝着凤九勾勾手掌 凤九提起裙摆便朝着东华小跑而来 那一瞬间 凤九不是女君 还是从前的小殿下 怎么了 凤九站在东华面前仰着头一脸天真 但眉眼却有些许妩媚 瞧得东华帝君甚是欢喜 东华帝君抬手 将凤九那并肩稍稍被风吹得有些乱的头发理了理 道 快去快回 凤九心里甜甜的 嘴上更是甜滋滋的道了一声 便转身出了太成功前往成玉处 凤九心中甜蜜蜜的 但成玉此刻心里却是较苦不迭 凤九算得上是欢天喜地地朝着成玉的府底去了 那一身红色的衣裳在九重天这群向来尝以 白色衣裳为主要穿八色的神仙们中尤为亮眼 即便是上了现年纪眼神不大好的老 神仙又或是站在老远的地方的小公鹅 只稍稍瞧上 那么一眼便知道这身红衣是谁 这四海八荒现今论起来 爱穿红色衣裳且能将红色衣裳穿得如此 明艳动人的也就只有太成功东华帝君的那位心上人 清秋之国的心愿女君白凤九了 冬九的性格向来开朗 在九重天的那些个日子里也是与人为善 从未因为自己是清秋帝基的缘故 有过什么架子摆过什么脸子 就更别提打击报复之类的烂俗行为了 故如今大家知道了东华帝君的心上人乃是白凤九之后 虽然羡慕惊讶万分 但终究也是觉得郎才女貌 大家也都愿意在东华帝君不在女君身边的 时候同这位没什么架子的女君招呼玩笑 总而言之 凤九从太成功前往成玉府邸的这一路可谓是谈笑风生心情开朗 感觉只不过走了三四步路的样子就到了成玉的住处 珠红色的大门为紧闭 倒也上了凤九敲门之礼 况即便是紧闭 照着今日凤九的心情 恐怕也不会老老实实敲门等着成玉来给自己开门的 凤九轻轻一推门 一声滋扭 成玉闻讯看来 大约是只看见了一抹红色的身影 总之 就是连凤九自己都还没看清楚成玉的脸呢 自己就被成玉牢牢的抱住 嘴里还说着 好你个白凤九 真是有了东华帝君就忘了昔日好友 出关之后第一次来九重天朝会之后 居然不第一时间来瞧瞧我 凤九扑斥一下 一双手也抱着成玉的腰 道 我这不是撇下东华特意来瞧你吗 这诚意还不够 成玉闻言 松开凤九 自己则是不自退后小半步 盯着凤九上下这么一打两 道 如今竟也学得东华帝君能言善变起来了 再不是从前那个见到帝君便说不出话的小弟姬了 凤九听成玉这么一说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然后道 我一路走来 口渴 就这么几个字 但听起来却像是在撒娇 语气极为随意 无论是谁都能听出来 这二位关系相处得很不一般 甚至是 很亲密 成玉拉着凤九的手 道 得了 看在你辛苦走来的份上 我便给你尝尝我新酿的百花蜜 这可是头一贯 我自己都还没舍得吃呢 成玉拉着凤九坐在院中小池子边的石桌坐下 一棵高大又粗壮的梧桐树恰好遮去了欲见浓郁的阳光 淡紫色的花朵开满了整棵树 淡淡的香气撩人 成玉去取百花蜜 凤九这才注意到站在自己对面的姚佩 一双眼睛有些泛红 脸上仔细瞧着 还有两行浅浅的泪痕 凤九心里着实小小的尴尬了一下 方才自己与成玉说话时未曾注意 眼前这姑娘定然是喜欢东华的 那么自己方才与成玉的话 想来是让她不好受了 凤九这么想着 但却不知道以自己和东华的关系来说 她要如何开口安抚一下这小仙女 一时之间便也尴尬在梧桐树下 任凭淡紫色的梧桐花 嬉闹着落在自己的巴尖 无视这尴尬的安静 百花蜜 顾名思义 乃是成玉用了一百多种鲜花的花粉 花瓣花枝子等等酿成的甜蜜 又加了些不同的药材 使得每一罐百花蜜都有不同的功效 不过 这总共也就只有两坛 说是坛 却也是小小的一小罐 但也是耗费了九重天上不少的鲜花 有的鲜花九重天上没有成玉环 东温西跑去了许多的方才 凑齐了这一百多种 这才千辛万苦尿了这两小坛百花蜜 因为方才报凤九时 成玉觉得他瘦了些 不过看上去面色倒是无碍 又想着这炎热的夏天 他便取了掺了些薄荷草的百花蜜 好替凤九消一消即将而来的炎热暑气 当成玉欢欢喜喜拿着百花蜜 朝着凤九走来时 却看见凤九和姚佩两人同样的尴尬站在梧桐树下 也不说话 只是那样站着 成玉这才想起来方才凤九还未来得及同姚佩打招呼 又想起早晨的那些事 顿时明白了这尴尬的气氛从何而来 但成玉是何等神仙 怎么会应付不了这种场景呢 只见成玉竟只走向两人 一边走还一边说道 不用我介绍了吧 今日啊 幸亏是凤九来了 你也别哭了 一起来尝尝我的百花蜜吧 之后半句 显然是说给姚佩的 凤九见成玉来了方才伤险尴尬的场面 总算是得以缓解 道 你这又是让连三殿下跑了多少的方才 给你凑够了百种花啊 凤九说得轻松 成玉听得不屑 姚佩依旧尴尬 成玉道 我成玉需要那个浪档子帮我吗 这些可都是我自己找到的 他一边说一边将盛着百花蜜的罐子打开 又碰了碰桌上的茶壶 觉得早晨才煮的水如今温度正好 便拿起桌上的三个空的茶杯 将百花蜜分别放了歇在茶杯中 又添上了温水 率先递给凤九一杯 道 尝尝 凤九接过茶杯 看了看杯中还未被立刻冲散的淡粉色的花蜜一缕一缕分散在水杯中 那模样竟然还挺好看 成玉又将另一个被子放在自己右手边原本摇配座的位置 道 哭了那么久 也补补水吧 呈喱 费 Toy 娃 dest orang